對,1975年的時候 文里奧夫人來我們 帶一隻爛的碟 一百多年前英國的爛碟 她說我想重製圖案 做到餐具 問她能否做到 我說我都試試做給你看 誰知道做了之後 都接受了 外國人山人水月來到中國 特別訂了一些瓷器 在他們博物館 就算在白宮 周圍他們都已經存在了 他們對港廠都耳熟人牆 很多外國人 就已經有基本認識 我是曹芝浩 是香港粵動磁創的 第三代的負責人 現在就只剩下我們這間 港廠的全名 可以叫做廣州採詞 因為這是屬於廣州地區 一種特色的採詞 因為有三百年歷史 以往在廣州 就是華南第一大貿易港 那時候很多外國的商船 紛紛來中國 最通人家是買茶葉 絲綢、橡牙 瓷器都佔好大宗 瓷器的國內 很多產區都有做瓷器 但是為什麼有些客人 鍾情港彩呢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以前買的瓷器 2X那些東西 就是那些圖案太中國化 對於他們自己的家 擺設就不是那麼好 就是那麼適合 同時又想將自己的家族 徽章 那些文章 或者Family Crash 或者他家族的那些鮮 來的風景 那些廣州採詞 就是他們在廣州 特別是融匯貫通中西的文化 在圖案 所以說採最主要的工序 就是第一在白池上面 那個溝圖畫了線條線 你沒有幾年功力都畫不到線條 那些線條又優勢 又要很工整 畫了之後就做溝圖了 去花時間看看 當然要是溝圖了 教師傅的手藝 描繪了整幅圖案出來 畫完之後就交給下手 即是徒弟那些東西 就賞色 賞色之後就放在牙裡燒 正是一種工匠 匠心精神 人家是一種手藝 日以繼夜不停循復 做一個循復的工作 才能做得到這麼完美 幾十年不停地在這裡做 人家的工作 我都在這裡做四十多年 我熟練的師傅過了八十歲 月東就是1928年 由我爺和幾位廣菜的老師傅 就在九龍城的坑村道 成立第一間香港的彩池廠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 當時在香港有幾十間的彩池工廠 起碼有千多人做 在最蓬佩的時候 當時有很多工務友 那些就在我們廠裡 就沒有宿舍 給單身的男士 就沒有免費的住宿 就一天供應三餐 還有宿舍給他們住 他們結婚後就在廠外圍 搭一盤鑊過來圍住 所以變成小村落 所以我和爸爸 就要去維持生計 就是這麼多人吃飯 起碼有百多人 所以我就出來幫忙 找生意來 繼續工廠的運作 差不多一輩子都在這個廠裡讀 醫行就是我們唯一求生的本能 第二方面就要敬業樂業 未曾讀書 所以最唯一可惜就是未曾畢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